截至北京时间3月23号6时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32,644例 死亡402例 请注意 这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 是目前被国际普遍采信的数据员 而非美国国家健康保护机构 美国疾控中心 尽管美国总统及其幕僚 不断把疫情的锅甩给中国 把抗疫成绩留给自己 新冠病毒来源地与美国疫情防控这两大问题 还是不断遭到包括中俄日澳伊伊朗等在内的世界各国质疑 其中一些还是美国的铁杆盟友 尽管白宫早先就下达了风口令 但就这两大问题最有力的质疑 还是来自美国国内 来自媒体学术界以及政界的吹哨 以凶手不明的电子烟肺炎之谜 从2019年6月28号开始 美国疾控中心CDC 连续收到了大量不明原因的肺炎助炎病例报告 疑似与西石物化石电子烟相关 8月电子烟肺炎助炎病例报告出现大幅增长 伊利诺伊州发现首例电子烟疑似致死案例 2019年8月中旬 在美国网络上 一段17岁男孩的抢救视频引起关注 这位名叫周菲尔德的德克萨斯州高中生 在7月底开始感到身体不适 一开始是又冷又热浑身难受 之后便是喘不上气无法呼吸 近一周时间周菲尔德的病情急需恶化 双肺衰竭无法自主呼吸 人也进入昏迷状态 他的主治医师说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恶化的这么厉害 在住院的18天里 医生为周菲尔德做了各项检查 希望能找到发病原因 凯伦舒尔茨医生说 他的X光结果显示他有肺炎 双肺已经广泛性白化了 9月 电子烟肺炎住院病例报告达到峰值 新闻上用outbreak来形容这轮来势凶猛的电子烟肺炎 一些周将其命名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9月14号 CDC报告 患有一次电子烟相关疾病的人数 以上升至450名 6人死亡 6人死亡 怀疑和吸食电子烟有关 10月3号 不明原因肺病病例报告达到1080个 15个州累计18人死亡 CDC呼吁民众停止使用物化型电子烟 直至查明发病原因 截至2020年2月18号 全美国共享CDC报告了2807例 电子烟肺炎住院病例或死亡病例 以确认68人死亡 美国CDC的调查结果认为 来自患者报告和产品样本测试的国家 和州数据显示 含有四星大麻分的电子烟 或吸入式产品 特别是来自朋友 家人 亲朋好友 或在线经销商 等非正式渠道的产品 与大多数电子烟肺炎病例有关 并在流行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 维生素液醋酸炎 与电子烟肺炎的爆发密切相关 然而 至少有三点疑惑 是CDC没有解释的 一 如果说是烟蛋香料中的 维生素液醋酸值所致 那么 使用同样产品的其他五美市场 为什么没有 二 如果说是因为添加了THC的 非法劣质烟蛋所致 与美国市场联系紧密的加拿大 为什么没有 三 如果说是电子烟 发热丝的重金属导致 要知道 全世界90%的电子烟 都是中国生产 并且中国也是电子烟消费大国 那我们去年同期 为什么没有 2019年9月 美国詹利夫伊莱登等人 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GM在线发表题为 新发现的疾病 电子烟相关肺病研究论文 研究总结了 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伊州 最初53例患者中 报告的电子烟 和相关产品的临床特征 这些患者被确定为该肺病群的一部分 大多数患者出现呼吸道症状 胃肠道症状和全身症状 所有便利患者 均有胸部成像双侧近日 共有94%的患者住院治疗 32%的患者接受了插管和机械同期 据报道有一律死亡 NEGM杂志 对美国医生发表的 三篇电子烟相关肺部疾病研究论文 发表的点评文章 吸入式肺损伤 如是说 在对这种流行性呼吸道损伤流行病的原因 进行调查之前 无法得出关于哪种化合物 或哪些化合物是损伤原因的结论 这些疑似与电子烟相关的严重肺炎的 临床症状表现及治疗过程 重症率 死亡率 与新冠肺炎有着惊人的相似 二 大流感之谜 之前 美国的新冠肺炎零号病人 被认为是在1月21号确诊的 一名30多岁的男子 他在1月15号 从武汉返回华盛顿州西雅图 随后 前往华盛顿州的一家医院就诊 二月底 当地出现无法确定病源的感染病例 多例集中在一家养老院 病患未到过海外疫情严重的地区 也并未接触已知的感染患者 然而 二月底发现的首个 武汉接触时确诊病例 只是美国医疗专家的良心者 努力 并且恰好发现的 没有人能断定 新冠肺炎在美国 有多长的社区传播时 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 早在1月底 新冠肺炎在世界一些地方爆发时 测试用于监测冠状病毒 需要州和联邦官员的支持 但是在专家所到的几乎所有地方 官员们都一再拒绝了这个想法 到2月25号 专家们觉得实在不能再等了 他们未经政府批准 就开始进行冠状病毒测试 检测结果证实了他们最大的恐惧 他们很快从没有近期武汉旅行经历的 美国当地人那里得到了确诊结果 联邦和州官员的理由是 没有研究对象的明确同意 不能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实验室也未获得临床工作认证 确诊结果公布后 州监管机构要求专家完全停止测试 事实上在所有事情都被摆到台面上以前 美国的专家都是在黑暗中工作的 虽然特朗普将新冠肺炎等同于流感的说法不着编辑 但美国专家也承认 目前没有独特的临床特征 来区分流感和新冠肺炎 其已知症状几乎相同 发烧 咳嗽 全身酸痛 疲劳 有时还会呕吐和腹泻 美国专家认为 并没有被发现 而美国CDC也承认 在那场从去年9月29号开始 感染15万美国人 并导致多达4.6万人死亡的大流感中 一些死者可能患有新冠肺炎而没有被检测 3.CDC失灵之谜 多年来 美国CDC作为美国制度优越性的代表 是美剧中有利应对各种僵尸变种人的高大上组织 也是中国网络上 部分人眼中隔壁家孩子一般的存在 直到今年3月份以前 我们依然能从中国的网络上 摆读出不少吹捧CDC的流言 然而 先进如此的CDC却在此次抗议过程中 成为美国人最大质疑对象 即表现的如此之差 简直可以用丢盔卸甲 说到连底库都不上来形容 虽然特朗普前几天又甩锅 批评CDC失职 错都是CDC的 但是一些内部人士不想就此背锅 所以开始捅出一些内幕消息 比如路透社23号在一篇报道中 透露了一个关键信息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前几个月 特朗普政府取消了美国在北京的公共卫生关键职位 受职位是为了在中国帮助探查疾病爆发 所以美国也失去了在第一时间获得关于疫情的信息 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 这位美国疾病专家 是一位派驻在中国疾病控制机构的医疗流行病学家 他于去年7月离职 而第一批新型冠状病毒 可能就在他离开中国四个多月后的12月份出现了 2007年到2011年之间 美籍华人朱宝平 任志于在这个有美国疾控中心资助的职位 看到这一切真令人心碎 他说如果那时还有人在那 涉及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和政府 可能会更快的采取行动 朱先生和其他消息人士说 美国专家琳达·奎克博士 是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家们的导师 这些人被派往疫情中心 帮助追踪调查和控制疾病 他们说作为美国疾控中心的员工 奎克博士处在一个理想位置 可以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 在冠状病毒爆发时的眼睛和耳朵 而且可能提前几周 就仅是他们注意日益严重的威胁 据消息人士透露 在奎克博士于7月离开后 再没有其他外国疾病专家 派助领导该项目 朱说派助专家在与中国同行 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 常常能够及早得到疫情的消息 目前美国CDC 没让还为该机构工作的奎克博士 发表评论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CDC在过去两年中 缩减了在中国的美国员工数量 取消回课博士工作的决定 就是在这种时候所出的 我们已经撤回了许多技术类公共卫生专家 无独有偶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原本设有全球卫生安全小组 这一小组本应主导美国的防疫政策 领导各层级卫生部门 与世界卫生组织协调防疫 但在2018年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下达指示 这个小组被解散了 四 白宫消极战役之谜 再不行动将有更多人死去 3月22号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因为越来越严重的疫情 和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 无所作为的表现 第一次在电视采访中公开警告总统 白思豪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自纽约市 但却不愿意帮助自己的家乡 纽约人和所有美国人都因认清 疫情会越来越糟糕 如果我们的总统再不采取行动 那些本可以活下去的人就会死去 白思豪何出此言 第一 他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给纽约足够的支持和帮助 比如他此前曾反复要求美国军队吩咐疫情重灾区进行医疗生产和防控方面的援助 但是直到现在美国军队还待在基地里 第二 尽管美国联邦政府于3月18号终于启动了国防生产法案 但是白思豪表示 疫情比较重的地区目前已经出现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严重短缺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工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医疗物资 再过10天 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必要的装备如呼吸机外科口罩等就会出现普遍短缺 第三 白思豪认为美国的疫情会越来越严重 4月会比3月情况更糟 5月会比4月情况更糟 简单来说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联邦政府此时应该挺身而出 而不是躲在后边 我不在乎被批评 我在乎的是人命 其实除了纽约市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几个州 都已经自行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或者是寻找更多的医疗用品资源 用这些州长的话说 联邦政府已经指不上了 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在22号不到18小时时间里 美国新增确诊6670例 目前美国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三 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 其中纽约州的确诊病例数占全美总数计一半 22号达到了15777例 一日内新增3463例 其中纽约市就占到了9654例 新增1539例 所以你能看出为什么纽约市长白思豪这么着急和愤怒 特朗普政府周六已经宣布纽约为重灾区 纽约州长科默则警告说 40%到80%的纽约人可能会被新冠病毒感染 纽约人说 特朗普也给了纽约巨大的帮助 不过都只是在嘴上而已 比如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 他跟纽约州长科默密切合作 他称此为前所未有的联邦政府对灾情的回应 根据这一宣布 纽约州可以从救灾基金中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可是钱在哪呢 眼下纽约州华盛顿州新泽西和加州 是美国遭新冠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四个州 这四个州的确诊病例总和占全美总数的65% 科默22号在纽约州的记者会上说 测试进行越多发现阳性越多 如果按照科默所说 纽约州40%的人口感染病毒 那么这个感染数量也就是780万人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但是科默解释 纽约州的抗疫的目标就是减缓 确诊感染数字的增长 赢得时间 从而使对患者的照顾得到管理 刚刚过去的周末 美国新泽西州也颁布了居家令 对抗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是全美颁布居家令的第五个州 8400万美国人的生活将因此受到影响 美国的一些州长们认为 采取这种措施的州只会越来越多 居家令要求民众尽量待在家中 只有去超市药店或前往加油站时才能外出 非关键的商店无限期关闭 取消人群聚会 关闭电影院 赌场 酒吧 和电伤房等公共设施 要求餐馆一律不得堂食 只能外卖 居民们最好在晚上8点到早上5点 要待在家中 这些美国州长和白丝毫认为 最艰难的情况会出现在2到3周后 以纽约市为例 再过2到3周 所有的应对新冠肺炎医疗物资就会用完 现在只有全部调动美国军方资源支持 才能及时填补医疗资源的短缺 他们认为总统托朗普未能及时全力调动军队资源 是让人不能理解的 因为国家正面临巨大的危机 总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下达这样的命令 为什么他还在迟疑 美国人民已经在疫情扩散中挣扎 如果联邦政府仍像现在这样 佛系应对情况会越来越差 22号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特泽科 在美国CNN新闻节目中 也对联邦政府的抗议工作提出了批评 普里特泽科声称 华盛顿方面缺乏协调行动 迫使各州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 他说所有政治派别的伊利诺伊州人 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应对这一病毒 但我发现很难抑制自己对特朗普 应对这场国家危机的愤怒 美国各州州长表示 他们对更多口罩和其他医疗设备的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随着美国的冠状病毒疫情不断升级 他们不得不相互竞争 争夺关键的供应 科莫说都这个时候了 联邦政府应该迅速地将必要的医疗用品采购国有化 各州目前都缺少这些物资 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和呼吸器等救生设备的短缺 导致一些商家抬高了价格 形成了价格欺骗 但是联邦政府对此却不管不问 电子烟之谜 大流感之谜 CDC失灵之谜 消极战役之谜 这些美国人自己抛出来的问题 号称天生最动传染病的美国领导人能回答几个呢 电子烟之谜 一下 感谢观看